再回到你们喜欢的BubbleSort 非常喜欢 我们之前的BubbleSort 就是用阵列的方式去做 我们现在可以搭配 指标的方式去做它 是一样的 反正它的原理都大同小异 唯一的差别就是 它把一些阵列换成 用指标的方式去处理它 而且它会用一个 INT-STAR-CONST 所以这个是什么 刚学过现学现卖 你宣告这样是什么意思 指标是什么 常数 但是它的指向的内容 是非常数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A阵列 我们说阵列 阵列的名称就是一个常数指标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不用A阵列 我们反而是用这个方式去跟它做承接 那我们直接看它的程式好了 它主要有一个BubbleSort的一个宣告的一个Prototype 所以它的array这边是用Constant Array Constant Array 然后这边有一个size 它宣告它的原来的原始数据 那这个回圈只是在把数据列印出来 那列印出来之后呢 它接下来就是呼叫这个BubbleSort 那这BubbleSort是一个函式 这个函式它放A对不对 A就是什么 A就是这个阵列嘛 A就是这个阵列 所以这个A阵列就对应到刚才的这个引述是 就是这个啦 IntStarConst Array 然后size就是看它多大 所以就接下来到BubbleSort 那来到BubbleSort呢 它是用array去承接这个A 那这个代表这个A里面的记忆体 它的指标是不会变 然后size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它这边因为BubbleSort 才用到swat 那swat这个函式呢 它这边是 它的原型呢 是宣告在它的这个函式里面 所以以前我们的原型都宣告在哪里 原型都宣告在城市一开始嘛 那你如果把这个函式 宣告在城市一开始的地方的话 就代表这个函式的原型呢 你在所有的城市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原型宣告在这个 在这个函式里面 那这个就变成是它的类似它的什么 专属的函式啦 所以它把函式的原型宣告在函式里面的情况之下 就只有这个BubbleSort可以看得到这个swat 这个函式就对了啦 所以它这边就多一个 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拉到外面去可不可以 一样可以啦 一样可以 好 那你以为它反正它就做这个动作 那是一样 它的原型是在这边宣告 所以Void Swap 那它这边就是传参考 对不对 这两个 两个这个element element 1的point element 2的point 然后呢 这边写下来一样 那BubbleSort里面的原理 有没有一样 就跟你们之前看的都一样 那唯一的差别是哪里 唯一的差别 我不晓得这边是什么 之前你有没有做过这个 array j当然 如果是大于 就是在比较大小的时候 如果这个前面比后面大的话 那你就要去swat 那swat的过程中间 它就是去把array j 因为array j只是一个单一变数嘛 所以它要传 passed by reference的时候 前面要加一个m% 所以这一样的东西 那这东西swat到这边来 那swat到这边来之后 它这边交换 它这时候不是用 你们之前的swat是用那个阵列的下标去交换嘛 对不对 有没有印象 有 有没有写 有啊 有应该有印象啊 不管BubbleSort或者是 SelectionSort对不对 你们在交换都是用阵列的下标嘛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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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说得好像很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 你们在所有的交换 一定都是用阵列的名称直接交换 但是这边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它这时候不是用阵列的下标去交换 它这时候传的是阵列的什么 位置 所以它是用这个指标的概念 所以它是传指标的概念到它的swat里面呢 它一样 就是先 它这个swat的概念还是大同小异啦 只不过它这时候是变成什么 是去取它的 取它的什么 取它的它记忆体的那个位置 然后去存到什么 另外一个记忆体的位置 所以它记忆体的位置 记忆体是不变的 但它记忆体里面的内容呢 是可以变的 因为在这swat的过程中间 就变了它的记忆体的内容了 因为是用信号去存它嘛 先把element1的point存到一个hold 那当然 因为这个start的element 就代表是取它里面的内容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整数啦 所以它存在hold 然后接下来去做交换的事情 就是先把point2里面的 这个指导的内容存到什么 point1的这个指标里面的内容 那这时候你point1里面的内容就改变了 那但是它的原先的address是不会变的 address没有动嘛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 经过这个assign过去之后 它的内容是改变的 然后呢hold再去改变它 然后最后就结束了 就完成swat 所以它的内容是有变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element是对谁 element是对谁 对array啊 那array是什么 array是什么 array array array是这个啊 array是constantarray啊 所以constantarray是什么 指标不会动啊 但是它的内容呢 是可以动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swat是 改变了什么啊 改变了这个指标里面的内容 但是指标的位置 指标的address啊 就是address它是不会动的 它只是把里面的内容 它在交换的时候 只是交换里面的内容 但是它指标所指的那个位置是没有动的 所以它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这个处理啦 ok 然后这个回去再仔细看一下 反正它就是做这个调整啦 当然这只是一个alternity啦 alternity知道什么意思吗 计划学里面应该交挂 alternity什么 替代方案嘛 这就是一个替代方案 好 好笑吗 这个好笑 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最后我们要谈的是 指标阵列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谈到 指标它其实也可以有阵列 对不对 所以刚才有一个指标 用指标的阵列去对应它 有没有 用指标 诶 哪边 又很前面 用指标的阵列 有没有 这是一个指标的阵列 当然它没有宣告啦 但是它其实因为它是对应到一个 这个b point是什么 b point是对应到b嘛 所以它其实它可以直接在这边用一个阵列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用指标阵列 你还是要去宣告它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就是指标阵列 指标阵列它这个地方很特别 这个你们如果要写一些游戏的话 这个里面就可以用到这个概念 指标阵列 就是说指标阵列里面的元素是存什么 通常都是存指标嘛 那我们通常会搭配跟自串 跟自串一起来做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直接看例子好了 今天假设 假设 假设你今天要把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字串 你要用正列来表示的话 Hot, Diamond, Club 跟 Span 这其实就是那个玩扑克牌的那个什么 花色嘛 对不对 你会玩扑克牌 Hot是什么 Hot是什么 那个 鑫 鑫嘛 Diamond呢 那个当块 Club呢 梅花 梅花 Sped呢 黑桃 黑桃 好 那这个东西你如果要用成阵列 用成自串阵列来表示这个的话 你可能变成需要宣告一个二维的阵列嘛 是不是要类似要宣告成一个二维的阵列 类似 你如果要把它变成这样的话 Hot 然后加一个零 所以你这边要有一个阵列 第一个阵列要指到这边 然后第二个阵列指到这边 第三个阵列 第四个阵列 或者是你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也可以啊 但是这个二维的阵列 你就变成 这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matrix 对不对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matrix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一个matrix 那你这边每一个长度都不一样啊 所以你这时候必须要迁就于什么 像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边有九个字圆啊 所以你要宣告就变成是一个几列 四乘以九的阵列嘛 那你就可以利用一个四乘九的阵列 去把这边全部怎么样 去把它含刮起来 然后再去做一些运算 对不对 但这样比较麻烦 因为有时候你这些阵列 这个里面的名称大小 有时候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宣告成一个正好的阵列的话 你这边就有些空间是怎么样 浪费掉了嘛 就没有用了嘛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可以利用所谓的指标阵列 听清楚啊 指标阵列 就是阵列加指标 我们之前的阵列都是不外乎就是整数啦 还有什么 时数啦或者是什么 double啦或者是character啊 对不对 CHAR 那这些都是固定的 都是里面有存一个特定的变数的东西嘛 特别形态的 不管它是里面存 那里面是存一些常数啦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存一些数值啊 或者是一些字元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的阵列 这时候不是要存这些 我这时候阵列是存什么 存指标啊 所以叫指标阵列 那所谓的指标阵列 就是里面的阵列是存指标 不是存int 也不是存double 也不是存character 懂懂 它是存指标 指标阵列的内容是存指标 讲一遍 指标阵列 是存指标 没有讲 没有 就让你们印象清楚 所以指标阵列的内容是存指标 那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刚才说过的 你单一指标 其实就可以指向一个什么 一个字元阵列 单一指标就可以指向一个字元阵列的开头嘛 那你就可以去处理它 所以我这时候用这个宣告 const character star suit 4 所以代表这里面有4个 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是一个指标阵列 所以前面加信号 加信号 所以这个是一个指标阵列 那当然前面再加const 是什么 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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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这里面 这个指标阵列里面 它有4个指标 这四个指标分别指向第一个hot的第一个address suit的第二个元素是 第二个指标是指向什么 diamond这个字串的第一个元素的address 那听得懂吗 就其实用这个 suit0 这个0 就是刚才我们宣告这个suit0 它是一个指标 但是它是指标的阵列 所以第一个这个suit指标阵列的第一个元素 它还是一个纯指标的东西 所以suit0这个指标是指到什么 指到hot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suit1 第二个元素 这个指标阵列的第二个元素 也是纯指标 但是这个指标是指到哪里 指到diamond这个字串的什么 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suit2就指到clubs的这个阵列的 第一个位置 suit3就指到sped的什么 第一个位置 所以这四个 四个元素都是在suit这个指标阵列里面 那这个指标阵列的每一个元素 都指到个别的字串的第一个位置的address 大家听懂吗 懂 好像只有几个听得懂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要一个一个问吗 好啦 所以suit它的阵列虽然是固定的 就是这样这边就只有四个 但是它对应后面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怎么样 它的内容大小是可以任何长度的字串 那上次不就很弹性了吗 我今天如果这边要写像每个人的姓名 如果假设我这边要存一个姓名 叫做什么Michael Chen 那这边就有一大堆 然后第二个字名是什么Mary Wang 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人的姓名都是不一样的嘛 那当你有不一样长度的字串你要去存的时候 你这时候如果用指标阵列去存它的话 它就非常的弹性了嘛 是不是这样 不然的话如果你要用原始的方式 假设 而且像是如果我今天有100个学生 那你说我很简单 我个别去宣告它的阵列啊 那如果100个学生 你要宣告100个阵列嘛 100个字串的阵列 那很麻烦啊 那你现在把它全部用一个指标阵列 你就可以全部cover 这100个名称啦 那是不是它就很弹性 所以它虽然大小固定 但是它的长度 每一个指标所指向的长度 其实是可以是不一样的 是可以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用二维阵列呢 那我们刚刚就说过 你如果要用二维阵列的话 你就要宣告足够的字串的维度 那这时候会占比较大的空间 像刚刚说这边有九个 第二个diamonds有九个 那你这边要宣告一个四列乘以九的 乘以九行的一个二维阵列 那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用指标阵列的方式来存这个字串 它其实是非常是有弹性的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 那当然每一个都是用路做结束 所以字串 这里面一个是七个 一个是九个 一个六一个七 那就是这些字串 虽然是很像素 但是它其实这个阵列 sut这个阵列 虽然是存的这些东西 但是它其实只有存指标而已 所以它只是存指标 但是它的内容呢 它并没有真的存内容 它要去用到它的内容的时候 再去怎么样 再去把它取出来用就好了 对不对 等于它是 我知道这个位置 我知道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里面对应的东西 我需要用的时候 再去把它抓出来是好 所以我真正在存这个 存这个指标阵列的时候 我只有存什么 就只有存它的point而已 所以相对来说 它也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节省记忆体空间 这样知道吗 知道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用这个概念 来做一个游戏的程式 当然也没有游戏 这只是洗牌而已 你们如果以后要做群组作业 要做发牌跟洗牌的动作的时候 就可以来参考这个 因为指牌的游戏有很多种 对不对 你们会玩指牌的 大老二 会不会玩 大老二会不会玩 会啊 大老二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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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大小 拱猪会不会玩 拱猪 会不会玩拱猪 不会 拱猪 拱猪也是指牌游戏啊 跟桥牌很像 跟桥牌有点像 好啦 反正就很多种游戏 你们如果需要用到这些 需要做这种游戏的话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你就可以用这个程式去做 做类似它的发牌 然后这个程式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 呃 呃 它会利用乱数产生器 来做一个发牌跟洗牌的模拟 我们看它怎么做好了 总共有几张牌 扣掉鬼牌 扣掉鬼牌 扣掉鬼牌有几个牌 52嘛 十 四个 四个 四个花色 花色 英文叫做suit 就刚刚说的suit 叫suit 花色 那有 几张 十三张嘛 好 所以它用一个二维阵列 先来代表 这个 那 二维阵列 deck 波克牌 它的列是代表suit 花色 然后 呃 自串阵列suit 它这边反正会也用到 刚才我们谈到的suit 这个自串阵列 然后二维阵列 是用来代表它的整个牌 啦 52张牌 52张牌 那 列是代表花色 然后 行是代表点数 点数英文叫做 face 不是point 因为这是特别针对纸牌 纸牌的点数 其实就是它的面 面值 它的这个面上面 所以它叫face 好 所以它刚才我们已经知道 它有什么 hot diamond club 跟span 所以它这个二维的阵列 是代表52张牌里面 列是代表 列是代表花色 那行是代表点数 那它这边有从0到9 然后还有 0到9是从s到10 然后10到12行是代表 Jack Queen 跟Kim 这个你们都很清楚 那里面就放个13种 所以它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matrix 二维的matrix 这个是hot 是0 diamond1 club2 span3 然后这边s 2 3 4 5 6 7 8 9 10 然后Jack Queen 跟Kim 那这边deck deck的2跟12就代表什么 这个二维阵列的最简单 是代表什么 2是代表第三列 不要搞错 第三列 12是代表第13行 所以是King 代表club的King 类似这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这个是固定的 这个table 这是二维的阵列 这个table等于是固定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随机抽 抽完之后 可能我们这边要摆它的 顺序 类似摆它的顺序 那 我们看它怎么做 先把它initial正成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去把它 把它按照顺序的方式去random 去把它放进去就对了 那先随机选一列跟一行 然后先把它的阵列initial乘1 列跟行1 因为它会选择它是 它的程序就是说反正我会 就是这52张 我等于是最后我这个matrix里面 会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从1到52 那1就代表它是第一张 然后2就代表第二张 3就代表第三张 所以你要把这个52个 就是这个二维的阵列的52个element 里面都要随机给它一个数字 这样子就对了 意思是这样 那很简单啦 那所以它先把它initialize成 先开始0 然后再把它设成1 那代表是每一张都是第一张 然后这个程序再持续 然后变成是2345 就插入到这个deck 那阵列这个deck就是它的牌 那怎么去插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里面的数字 你待会要填进去的数字 代表它洗牌之后 它要发出去的顺序 那洗牌相当于就是一个随机的process 对不对 是random process 所以你要做random的处理 那我们就随机插入这个阵列 但是如果你这张位置 我们等于说先随机选一张位置出来 然后再按照它是 如果是第二个随机的值的话 就放在那边 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变成是 有重复的话 你就必须还要再一次随机的去选 直到它的这一列跟这一行不为0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直接看它的这个程式 这里面你记得要include standard library跟这个time 因为你要做随机 然后define suite是4 face是13 card是52 那接下来有两个prototype 一个是shuffle shuffle就是在做洗牌的概念 那种动作 然后del就是在做发牌的动作 那它这里面的这些引数 一个是deck 那deck是一个整数的 一个二维阵列 所以第一个它没有给它一个 其实你要给也可以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 这个deck就是4乘以13 所以你这边其实就是suit face就好啦 但是它这偷懒 也不是偷懒 反正它就是 它觉得这样比较酷 比较厉害 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就不写了 然后呢 第二个del 它也是先 一样去把这个deck 当成是一个阵列 然后它的第二个引数呢 它是const character 然后呢 一个face 然后另外呢 另外一个const suite 所以它这边会有两个一维的阵列 这两个一维的阵列呢 分别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指标阵列 然后就会用到我们刚才的指标阵列 然后所以它这个 但是它这两个指标阵列都是什么 都是constant 代表什么意思 不是指标是constant 是代表它的内容是constant 因为它这个const是写在哪边 写在外面 所以它这两个都是指向的内容是constant 但是它的指标 指标本身是可以变的 好 然后接下来做 所以它一开始先去 它也去宣告一个 这个suit的constant 所以它的内容是不会变的 就是heart diamond club跟spade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指标阵列 这是一个指标阵列 然后它对应到不同长度的什么 字串 不同长度的字串 然后接下来face也是一样 face就用同样的概念 它也是一个constant的一个 它是一个指向constant的一个内容 所以它的face有十三个 里面分别对应什么s 2它就没有用2 2它用duce duce 我们通常习惯是讲什么意思 打球duce叫什么 就是平手 对不对 duce也可以当成是2的概念 所以sduce 3 4 5 6 7 8 9 10 然後jack queen跟kin 所以这个东西 这边有13个指标阵列 那这13个指标阵列呢 就会对应到个别的这个指标 好 那接下来它初始 它初始的话这个decker 这个指标 这个不是指标啦 这个变成整数的啦 整数的二维阵列 所以它是每一个都是0 然后接下来用去呼叫这个srand tan new 这个就是什么 这在做什么动作 在把你的种子呢 初始化 对不对 而且是把它种子乱数 把它变成是一个乱数 根据你的时间啦 来决定你的这个seed是多少 srand 然后接下来才可以去call it 然后接下来它其实只有两个函 只有两个函数 但是去call shuffle 去call deal 就结束了 所以它这个程式就很简单 就只有用这两个函数 那这两个函数就比较复杂啦 第一个做shuffle shuffle它传什么东西进来 它传它的一个deck 那deck是什么 deck是一个二维的 二维的阵列 所以它这两个二维的阵列 就是把它传进来了 传进来之后做什么动作呢 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做什么 看得懂吗 这个到现在你们应该可以自己看得懂 一个外面是一个for的回圈嘛 里面是一个什么 里面是一个do while的回圈 所以它是有两个回圈 那第一个外围的回圈 就是它要做52遍 因为从1到多少 card是52嘛 所以是从1到52 所以它这边会做 等于就是那52个位置啊 它那个deck 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那52个位置都要给它 每次都要给它一个数字就对了 那在这里面 每一个都给它一个数字 然后这里面是做什么动作 do do一定会做嘛 对不对 do while跟fire有什么差别 会先做一次 对嘛 所以还是有概念的 所以do进来一定做一件 那这是在做什么动作 随机 随机什么意思 随机什么 把rand 然后呢 percent suit 什么意思 suit是4嘛 那rand 是一个什么 整数嘛 对不对 那这个整数出一次 那这个percent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0 1 2 3嘛 所以它可能就变成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第3列嘛 所以它把这个结果存在raw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rand 在percent phase 所以它就变成是0到12 0到12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0到12就存在column嘛 然后这时候再去check 这个while wdeck 是不是等于0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呢 它如果是不等于0的话 就怎么样 如果是不等于0的话 就继续 如果等于0的话呢 就结束了嘛 所以等于0就代表我原先 那52张牌 就是那个52个matrix 它是怎么样 都是0嘛 那如果我选到一个是0的话 就代表那个位置还没有被选走啊 那位置还没有被选走 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 下来怎么样 把这个car 就是它第一个 这个car就代表它的顺序啦 第一个位置就存在这个位置 就把它的car是1嘛 1就代表第一个被选到的 存在什么 你跟randan选来的raw跟column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它这个do file的过程就是说 万一它这个已经被选了 假设我第一个已经选了 假设是第一列第一行 它这边当然不是第一列第一行 反正就是我这个位置 假设raw是1 column是1 我的car已经存在这边 所以变1了 那我接下来do的过程中间 如果假设我又选到1跟1 那1跟1 这时候已经不等于0了嘛 不等于0它这时候已经变1啦 那这时候我就还要再 再怎么样 再重新做一遍嘛 再重新randan再选一遍 懂不懂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被占掉了 所以我们要再必须再重新做一遍 所以这边再做的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4回圈52次做完之后 就等于是已经shuffle shuffle就是什么 洗牌 洗牌啊就洗好了 知道吗 知道吗 现在还在洗牌 什么现在还在洗牌 什么现在还在洗牌 还在洗牌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什么现在还在洗牌 就电脑在洗牌啦 懂不懂 这边就完了之后 就代表洗牌结束啦 就是52个位置都有它的顺序了嘛 那洗牌结束之后 搭配这两个去做 所以它的发牌呢 就几个回圈 槽状回圈 1 2 3 所以这个槽状回圈里面 就是用这个先 就是52张 52个顺序嘛 然后接下来一个一个 去把它弄出来 然后里面就是 你看第一个就是roll column 因为它是二维的矩阵嘛 二维的矩阵 你当然要两个 roll多少 column多少 然后呢如果 如果它是等于car的话 所以它这个比较笨的方法 它就是反正 你第一个位置 如果是等于第一个位置的话 我就把它印出来 然后接下来 如果是的话印出来之后 再回到回圈 就一个一个去把它找啦 它回圈去找 找52遍 然后找完之后 再回到第二个car car變第二次了 然后再从这个回圈里面来找 所以这个是比较 比较料港呼啦 比较花时间啦 但是这是最 最 naive的写法 那 naive 我们说过是什么意思 最天真的写法 就是最 简单就是最笨的写法 但是反正最笨的写法 只要可以达到目的也OK啦 然后这个printf呢 这边要注意到就是用5s的话是 它这边是用这个 对应它的这个 W-phase column 跟W-suit row 这种方式去对它的什么 对它的s 对它的s 那这个 面对的bhp指向curricular指标 或正面 反正这个s就是stream 我们之前有没有看过s这个 这个什么修饰词 转换词啊 %s 有啦%s就代表是对字串嘛 那%c是什么 字圆嘛 是这样 那所以这边W-phase column 这个其实代表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column如果是1的话 就代表它是 或是0啦 它是从0开始 如果是0的话 当然就代表什么 第0个 那因为这个W-phase 我们刚刚说过是什么 是一个指标啊 所以它这个就对应到它的指标 那这个指标 它就直接会对应到它的什么 就是你用s对应它的话 它就是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 直接会对应到 我们刚才的这个 这个东西去了 它就直接指标指到这边 个别的 如果是0的话就指到s 1的话就指到duce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个用处 它就是在做del的时候 就把它印出来 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最后你就会发现 这边就是它是 它这边 这个程式有特别去设计过 设计去让它变成是两个colon 设计它成两个colon 设计它成两个colon 所以它这边 它的设计的方式有去对应它 那 特别去对应它是 为什么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 car%2 有没有 它这是什么 这比较特别的写法 也算是比较高跟的写法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W-phase W-数 一个是对应%5s 一个是对应%-8 -8 -8是什么意思 -8就是从 左边 左边 我们一般都是靠右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写成负的话 你很靠左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c 这个%c是在对谁 对这个三元运算值 这边有一个三元运算值 你们看到 问号冒号 问号冒号就是一个三元运算值 如果这个前面的是一个判断条件 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就写这个 如果没有成立的话就写这个 如果没有成立的话就写这个 如果没有成立的话就写后面那个 所以这个car除以2如果等于0 如果是等于0 余数等于0的话 它就会这个就变跳到下一行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 就是tab backstage t就是什么 跳一个大空格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印出什么 两个两个这样去 有没有 它就这样去对照 所以它就把它变成两列 所以它把它变成两列的做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三元运算值 去做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蛮高竿的写法 蛮高竿的写法 参考一下 所以最后这个deal出来的这52张牌就是 第一个就是什么 Hart 9 第二个就是Club 5 然后类似这样一直弄弄弄弄弄弄出来 这个就是发牌 又发出来 其实不难对不对 所以你们如果要写 写纸牌的游戏的话 这个可以当成是你们的一个 参考的范本 怎么去洗牌 然后怎么去发牌 那发牌完之后 当然你要很多对应的 如果是要拱猪 如果是要什么大老二 如果是心脏病 那你有可能不同的弱 再去做搭配 那就好了 好来 那这个7-12我们就不上了 7-12就比较 可能也要比较 advanced 我们就不上 第八章其实都在谈什么 我们会把第八章跟第九章的资料 一样 待会就会放在网路上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在查一些字串 这些字串当然 有些可能要 就是他就去呼叫一些函事 来帮你处理一些字串的运算 所以他就是使用而已 所以说实在没有很难 所以你们回去先看第八章 那还有第 第九章 第九章在谈什么 格式化的输入跟输出 就是你的printf 跟这个scanf 你怎么样去把它 用那个什么 percentf percentd 那种东西去把它堵进来 或是输出 所以这些东西也都是 都是只是语法上的东西而已 所以这个你们自己看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第八章跟第九章 你们这礼拜回去自己看 我们下礼拜 就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要把这个讲完